哎呀這個0.5%到底有什麼好拿的 那沒關係我就給你500 喔你知道嗎 腳已經切錯失敗了 你真的會氣死我跟你講 嗨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喔 你有沒有看到我換了一個新的背景了 當然是因為我搬家了啦 今天的主題呢 要來跟大家聊聊這三張權益神卡 這三張權益神卡呢 到底哪一張卡片最適合你 分別就是國泰索瓦的Cube卡 然後還有台新太陽玫瑰卡 那還有最新的玉山UNICAR 哪一張卡片 對你來說才是最棒的神卡 今天呢我們要來跟大家好好的解說囉 首先要講的是國泰索瓦Cube卡 這張卡片我相信大家應該不陌生喔 它最主要呢是剛推出時 主打的是三大權益3%小數點無上限 比如說樂響Go玩數位去旅行 那陸續呢它有新增了一些不同的通路 比如說集經選 然後還有慶生月 那最近新增加了叫做來支付 就是綁定在LinePay 也有2%回饋無上限 但是它真的是划算的嗎 首先我必須跟大家講 它是一張非常非常燒腦的神卡 因為這張卡片 問次三年以來 它已經來到了6個不同的這個權益 所以你要切換的話呢 你每一天只能夠選擇一個 也就是說其他6分之5 你都是吃不到的 所以這張卡片呢 其實還是有一些限制在的 但是呢這張卡片呢 它最強的一點就是 它的小數點可以拿來兌換里程 尤其是兌換長榮的部分 你跟國泰釋華有往來達300萬以上 得到了這個等級3的這個權益會員以上 你基本上就是 3.3%的點數回饋無上限 那麼拿來兌換這個長榮的里程 最優可以來到9元一里 所以這一點呢 的確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第二張權益神卡呢 是這張台新太陽玫瑰卡 它在2024年的7月份 有這個重新包裝權益上限 它只有兩個權益讓你選擇 就是天天刷跟大筆刷 所以對於一般不想要燒腦使用的人來講 這張卡片是非常分的好用的 因為它就是這兩個權益 選擇其中一個 然後就想有3.8%的台新POINT 回饋無上限 對於我來講 我也把它當作是一張超商神卡 比如說我去小七 還有全家去做買東西的時候 我搭配這張卡片直接刷 或者是綁定在台新配裡面 做少碼支付 都可以拿到3.8%的回饋無上限 記得你的權益要切換到天天刷 這樣子才吃得到回饋 這張卡片呢 最主要的點數是台新POINT 你可以把它拿來兌換什麼 里程 但是里程現在已經比較不划算了 所以它就是只能兌換亞洲萬里通 有14元10 這是稍微比較OK一點的 第三張呢 是這張玉山UNICAR 我們之前有做過節目跟大家分享了 這張卡片呢 它基本上可以當作是一個 4.5%回饋的超級好用的神卡 那怎麼用呢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綁定這個 玉山的帳戶扣角卡費 可以多0.7 然後呢 你只要帳單一化就0.3 所以加起來就是有1%的玉山1點回饋無上限 接下來呢 就是有三個不同的權益讓你做選擇 第一個呢 叫做任意選 你什麼都不選 就只做這個 你基本上就是再多2% 所以等於是怎麼刷都是有3% 回饋上限大概只有2萬5 比較低一點 第二個呢 是簡單選 你只要從百大通路裡面選出8個 然後再搭配原本的1% 再加上2.5% 加起來就是有3.5%的回饋 3.5%的回饋呢 我覺得比一般的現金回饋卡的回饋率都還要高 所以這張卡片我覺得基本上無腦用是可以的 第三個呢是Option Option比較複雜一點 你必須要搭配這個譬如說玉山賬戶每個月的月均余額達到30萬 這張卡片刷3萬塊錢 才可以就是升到Option 門檻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建議你用另外一種方式 你只要被他扣99一點 那麼你就可以直接升上Option一個月 好月出到月底這個樣子 這個月有大額的消費大概5萬7左右 那麼你就先刷下去 然後等到點數進帳馬上轉成Option 那這樣子的話你這一個月 1號到31號的消費 只要在4月15號以前勤款入帳 你都可以拿到最高有4.5%的回饋 就是1加3.5 然後上限是2000嘛 所以回饋大概刷個5.7萬左右 通通都有高有的回饋 重點來了 我幫大家做了一個 三張信用卡的比較表格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旁邊 這邊就有完整的 各個不同的項目來做比較 我幫大家提示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這三張信用卡所提供的點數回饋 都是有不同的點數效期 最短的是玉山Unicard的玉山ePoint 它只有一年的效期 點數入點365天之後呢 它就會時效 所以請你要把握機會 把握時間趕快使用掉 第二短的是台信Point 台信Point的效期是兩年 所以你有點數進帳 也要盡早把它使用掉 最長的是國泰世華Cube卡的小數點 這個小數點 瓜號信用卡 它所提供的點數效期是三年 所以大家使用這張卡片 比較不會有壓力 可以慢慢的去使用它 第二個重點呢 是這三張卡片的 權益切換的時間點不太一樣 以國泰世華Cube卡 跟台信太陽玫瑰卡來比 這兩張卡片它的權益切換呢 基本上是以每天的0000 來做切換 一天可以選擇一次 所以這個基本上 應該算是比較直觀 就是一天切換一次 但是如果你在海外 比如說你在歐洲 跟台灣的時間 如果有6個小時以上的時差 那你要怎麼辦 基本上是以台灣時間來做認定 所以這個你要特別去注意 出國的話呢 切換時間是以台灣的時間為主 那第三張卡片 玉瑰UNI卡 它的切換玩法比較不一樣 它是一個月可以讓你切換30次 那超過就不能再切換了 那以這個每一個月的最後一天的切換 最後一個切換的結果 當作是整個月的活動切換的這個認定 大概就是一個月切換一次就好了 你其他29次都白切了 所以基本上呢 一個月只要切換一次 認定好就切它就用它 這樣就好了 對我來講 這就是最簡單的做法 第三個重點 點數的應用 點數的應用越廣泛 對大家來講是最友善的 所以我個人最推薦的是 國泰世華Cube卡 這個Cube卡所提供的小數點呢 它可以兌換15到16架以上的 航空公司跟旅程計畫 尤其是兌換長榮 非常非常的友善 華航很爛 所以華航不要換 那亞洲萬里通還可以 所以如果你主力是在長榮 跟亞洲萬里通 請你可以繼續使用這張卡片 那它有的時候會提出這種 點數30% 40% 50%加碼的活動 那你也可以趁有活動的時候 多兌換一些 這個也是不錯的 台信Pony呢 它基本上對消費者不是很友善 它一開始呢 有提供這個很優的兌換比例 兌換這個亞洲萬里通的部分 但是台信銀行它怕大家就是 把它換到爛了 所以呢 它就緊急把它修正 所以當這張卡片權益上線的時候 其實已經沒有那麼好的兌換比例了 所以了不起就是14元10而已 沒有到之前很厲害的就是 6點多元7點多元10沒有了 第三個呢是玉山ePoint 玉山ePoint呢 它可以轉贈親友 所以如果你本身所累積的點數用不完 或者是不知道幹嘛的 你也可以轉贈給親友 讓親友來做折底 或者來升級option 其實都是很不錯的做法 所以這一點呢倒是其他兩家銀行沒有做到的 所以這基本上是各有優缺點 所以就是看你喜歡哪一個就使用哪一個 那這個新戶手刷底可以拿到多少呢 其實三張卡片都不太一樣 首先呢是國泰數碼Cube卡 如果你是新戶申請這張卡片的話 你最高可以拿1100的小數點 怎麼拿呢 好我們這旁邊呢有簡單的說明 你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完成任務最多可以拿500 那麼它再給你一個優惠券 這個優惠券領券之後呢可以再下一季 然後可以再多拿400 這樣加起來就900了 那你如果有跟團的話呢 還可以再拿200推薦領 所以加起來就是1100 那台信太陽玫瑰卡的部分呢 你可以參照官網的這個說明 好就去官網申請就可以了 玉山UniCard它所提供的呢 是新戶的0.5%的加碼 那上限是500 500一點 所以你大概刷個10萬塊以內可以拿得到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你現在只要跟團申請 從我們的這個推薦連結上車的話 只要刷999 你就可以再拿到200一點 這個活動呢 本來是8月12號到9月30號 但是玉山呢 發現本團的合作成效實在太好了 所以呢它就有加碼 從10月1號到11月30號也有喔 不論玉山新舊戶上車都可以拿到這個200一點 只要刷999就有了 好記得合卡之內的30日內 趕快刷999 那麼本團也有做額外的加碼喔 我們上一季其實8月12號到9月30號 有第一波了 現在是我們的第二波活動 第二波活動呢 我們著重在新戶加碼的部分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說 哎呀這個0.5%到底有什麼好拿的 那沒關係 我就給你500 你只要新戶跟團上車 那麼回報的話呢 我就給你500積分 500積分 你可以換小期或全家500元的這個禮券 只要來系統登附就有了 那舊戶的部分呢 我們以前舊戶只有給100 但我們現在也有加碼喔 舊戶一般成員上車 我們給的是100點的這個 包括MOMAGI積分 你也可以換小期或100元全家裡券 如果你是LINE社群的成員上車 我們給你的是200 包括MOMAGI積分 那如果你是嚕羊毛幼幼班上車的是300積分 如果你是嚕羊毛基礎班的 我們給你400積分 舊戶上車居然給到接近新戶的好卡 這次呢真的是這個大加碼了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把握機會趕快上車 總結一下齁 這三張卡片其實各有優缺點 比如說國泰塞的Cube卡的話呢 它就是方案非常的多元 然後種類非常非常的豐富 但它的缺點呢就是你只要切換錯誤 你就是剩下0.3% 你知道嗎 我曾經切換過好幾次就是不小心切錯失敗了 或者是你當天就多刷其他的 結果最後呢 那些多刷的都只有0.3% 你真的會氣死我跟你講 所以這張卡片 不是一般人想像中那麼好去使用的 連我都會刷錯誤 更換是其他人 台信太陽玫瑰卡呢 它的特色就是簡單操作 它只有兩個權益讓你選 所以你可以fix在天天刷 或是fix在大筆刷 那麼你只要就是常常刷這些通路 不要常常去切換 你基本上就不會刷錯 所以3.8%的點數回饋無上限 其實是很有吸引力的喔 但是你要注意喔 這家銀行呢 是有名的白海豚銀行喔 就是它時不時呢 權益只要就是受損 它怎樣它就會轉完了 所以你很可能明年它就會縮水了 所以請你把握就是最後的好時光 年底之前趕快多用它 明年之後呢 就明年失勤了 那玉山的話呢 玉山UNICARD對我來講呢 它是一張行動支付審卡 比如說你把它綁進在LinePay 接口這兩大行動支付 通通都有這個最高4.5%到5%的回饋 那如果你轉換成Uption 需要扣991點 差不多就是再多扣0.2 所以可以算是4.3%到4.8%的回饋 我覺得也是非常高的 一般小資族怎麼可能一個月可以刷到4-5萬 除非你是帶刷帶買帶購嘛 所以對於一般人來講 小資族薪水三四萬 那你一個月刷個三四千 其實用這張卡片都已經綽綽有餘了 所以無上限的卡片呢 是很適合那些全家人一起刷 然後有大額的精品消費 海外出國消費等等的很適合 但是對於小資族而言的話 我覺得玉山UNICARD 反而比較簡單一點 你就是不會刷太多 但是都又有高回饋 雖然說天花板低了一點只有5.7萬 但是對於一般人來講 我覺得還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怎麼樣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我們呢特別的重新佈置了 而且我們也升級了我們的設備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節目 我們的頻道 那我接下來呢 也會陸續的做更新 希望大家能夠按讚留言分享 持續追蹤我們的頻道 我是豹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囉 拜拜